中国大陆知名电子商务企业 阿里巴巴集团创办人马云 来台湾大学演讲 畅谈创业精神 马云认为 网级网路发展至极 从IT时代走向数据分析的 DT时代 消费思维正在改变 现在正是创业的最佳时机 传统行业走得不好 有人说 哎呀我们这个超市现在不好卖 都是因为淘宝 我告诉你 没有淘宝你也会不好卖 未来30年 大数据云计算 整个的变革 远远超过大家的想象 尽管目前大陆经济下滑 马云认为并不是没有机会 什么是机会 人人在抱怨的这项东西 你把它解决了 这就是机会 机会最怕的是 他轮不到你 凭什么你可以做到 是因为大家都不看好 你去把它看好 或者你有自己的 你有自己的激情 你有自己这一帮人可以做 马云鼓励台湾年轻人 投入创业 先前也宣布 计划以新台币100亿元设立基金 扶植台湾年轻企业家 打入大陆市场 那那个100亿的创业基金 要怎么样才能拿呢 或是有什么条件 才可以使用 台湾创业还需要 阿里巴巴不需要 我们只是表达一个心意 我们主要支持的是 台湾本地的这个年轻人 如何把台湾的产品 农产品工业 各种各样的创意性产品 制造性产品 台湾的服务通过阿里巴巴系 卖到大陆 卖到全世界 马云的演讲 吸引2000多位大学生聆听 他分享自己的创业过程 指出乐观是创业者的共通点 马云更强调 学习别人失败的经验 才有可能成功 中央社记者张志燕 王一文 特别报道